习惯饮料汁粉色椰子水 粉红色的椰子水 上面有名字 你看 你是个屁吗 不是 翻过来 翻过来 你看有个啊 你是个啊 好 那这个是你的 这个是我当看到的时候 我以为它又是像上次我那个矿泉水一样 瓶子是粉的 里面的水是透明的 好 今天这个呢 希望不要让我失望吧 不过粉色的水呢 一开始我会觉得 它说里面是不是有一些什么色素 后来查了一下资料 外南的百度告诉我 它里面有那个分类化合物和这个煤 产生了一个光合作流 加油 它就产生了一个粉色的变异 然后但是呢 可以告诉我说 不是所有的椰子 它都能产生这样的光合反应 所以不是所有的椰子 都能生产出这样的粉红色的椰子 水库以细为贵嘛 当然是很贵的 椰子的那个椰青里面那种 清香还是很浓的 非常浓 到时候来看一下 像桃子汁的颜色 就非常适合我这种 小仙女 跟你那鞋子脚支架也配配的 我想要看你脚支架 我的脚支架真的好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小视频拍出来脚那么黑 像去了泥里挖泥车 像干了呢 抓泥车 那天老师第一给我发了个消息 说你这个脚是怎么回事 然后我说我可能是 刚去地里带来挖回来 但其实不脏呢 就是它拍出来那个光 脏不到你自己心里没点树嘛 真的不脏 我们好好喝椰子水好不好 一杯喝好的椰子水 就被这个脚给玷污了 哈哈哈哈 一洗脚水能洗出这个颜色 干杯 干杯 不甜 没有什么味道 然后 跟那个就是传统的那种椰青 椰青 椰青 然后味道很像 但是它不甜 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 然后也不难喝 也没有什么特别好喝的点 它就是 好看 好看 对对 好看就够了我觉得 我就很喜欢拍照 是不是 拿着拍照 就觉得很健康的感觉 29块8 29块8是吧 等于30块钱 算上运退 那我之前买那个椰青 一个好像也就是十几块钱 对 12块到15块 十几块钱 所以我应该不太会回购 你尝尝 跟那个一毛一样 对 就是没有 一毛一样 它只是颜色看起来不一样 我跟你说 我当时买这两瓶 我真的是咬紧牙关 勒紧裤腰带买的 如果说大家在日常生活中 能喝到什么奇怪的饮料 或者说看到 欢迎在评论区中给我留言 我会去买来尝试的 好的 下次我们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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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